嗨 大家見過的好嗎 我是理科太太 歡迎收看多與多知醫治問答節目 沒有無用的知識 只有你不知道的事 五感十足是為挑剔的你而誕生的健康綠建築品牌 感謝五感十足贊助播出 今天是本醫治節目的第一集 我們眾放邀請了創作者界菁英中的菁英 第一位是我們配音主持說書樣樣精通的歐瑪克 嗨 大家好 我是馬克說書馬克信箱聲音的創辦人 聲音的魔法師歐瑪克 第二位是我們的岩上女王愛麗莎莎 嗨 大家好 我是愛麗莎莎 第三位是號稱YouTuber界學歷最狂的博恩 Yo It's your boy 公園阿博 AKA歲制挑戰者 我是博恩 馬克 你覺得你最擅長的領域是什麼 應該是反向的作答吧 因為通常我會選到的答案都是錯的 所以你最擅長的就是幫別人贏得獎金的意思 很有可能喔 我希望可以答對三題 愛麗莎莎是清大的高材生 感覺非常從容的來參加我們的意志節目 面對兩個男生 你心中覺得你現在的優勢是什麼 很會回答 今天對自己有沒有信心抱走10萬塊獎金呢 絕對沒有 好 我恩 我場外嚇住你拿走10萬 真的假的 那就下對了啊 不要讓我們失望 我超級想要上這節目 我上次在幕後就已經跟李柯講過了 因為我上過兩次一支節目 兩次都是被我的隊友害死 我從來沒有在一支節目上自己答錯過 這次沒有隊友了 這次沒有人拖累你了 你答錯只能怪自己了 擅長領域 全部 你要是拿到10萬塊你打算做什麼 因為最近有這個拍鳥的興趣嘛 有一些比較昂貴的鏡頭 可能會稍微需要用到10萬塊 真的鳥真的鳥 不是 對對對 不是 介紹完參賽者之後 我們馬上來說明競賽規則 題目總共有10題 一開場抽選結果一序回答 答錯一次即淘汰 且不會立即公佈解答 將由下一位參賽者繼續作答同一題 獎金會隨著題目難度提升 獎金採共同累計的方式 作答至最後一題者可獲得全數累計獎金 看來我們的來賓都已經摩拳插獎準備好 要來從我手上奪走10萬塊獎金了 首先第一題的作答者是 馬克第一題獎金100元 請看題 馬克為了慶祝第一題 我先幫你刪掉一個絕對可以吃的選項 哪一個 D 理科太太的愛心料理 你現在只要三選一就好了 可是這是我最想選的答案 你不要第一題就走喔馬克 發芽的番薯 發芽的馬鈴薯好像有毒 那番薯能不能呢 我就選B好了 你確定嗎 因為你已經幫我選掉了D 所以我好 這是我第二名選項 發芽的番薯 答案B是正確還是錯的呢 錯了 真的假的 大家要挺住啊好不好 這個題目一點都不難的喔 請愛麗莎莎補答 因為我有吃過那個西瓜子 而且我還蠻常吃的 還是還活得好好的 可是發芽的起司是不是就會變藍起司 相信自己心中的答案 好煩喔 第一題就很難欸 沒有 第一題真的沒有很難 結束了嗎 講一下 講一下 發芽的起司 到底是正不正確呢 哇 非常驚險的度過第一題喔 哇 我真的是鬆一口氣 這個可能是大家對起司有些誤會 除了白莓或藍莓起司 它特別使用無害的菌種來發霉之外 普通起司要是發霉 就會有霉菌毒素跑到食物裡面 所以是不能吃的喔 西瓜籽 不只富含蛋白質 其中亞麻酸還能夠降低 體內膽固醇的濃度 所以放心吞下去吧 發芽的番薯因為不會產生茄鹼 所以只是風味受到影響 吃了對人體沒有危害 我們就請馬克先去旁邊休息一下 領便當了 領便當了 每個題就沒了 馬克掰掰 怎麼會這樣 沒事的 沒事的 柏恩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們請看題 這一題你不會你就馬上出去 對啊怎麼這麼剛好啊 好像就有一個影集 是這個名字嘛是不是 對 好像裡面的角色都長得滿 亞洲人臉孔的嘛是不是 喔好難喔 你不要在那邊裝啦 他真的運氣很好欸 Fresh off the boat 就是他們剛搭完船去美國嘛 然後剛下船 所以就是人生地不守的樣子 我們看一下選項 不遵守交通規定應該不是 很融入當地 我剛好相反 俗稱的ABC 不對 因為他是要過去那邊的 ABC是American born Chinese 所以應該只能選 第一不了解文化及語言的人 我們請看答案真不正確呢 ABC alle Yeah 停車費 停車費 Yeah 這附近停車很貴 好那我們要再多努力一下 第三題獎金有600塊 請看題 清洗廁所的預測清潔劑 不能與合者一併使用 A 熱水 B 酒精 C 蘇打粉 D 漂白水 博恩怯笑的意思是 這題目很難欸 而且我沒有在做家事 我家連廁所清潔劑都沒有 我給個提示 不能用一定有原因 這算提示 這提示給的真好 一聽毛色頓開 一定是有原因 原來我還以為 有一些 不能用一定是因為有危險性 酒精或熱水吧 其中一個吧 博恩感覺知道答案 愛麗莎莎你要選哪一個 酒精好了 我們看酒精是不是正確答案呢 請下一位作答 結束了 我結束了 等一下這真的很難欸 我不見得 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欸 但是剛剛提示就是說 不能用一定有原因嘛 所以就要想廁所清潔劑 應該是個強酸之類的物質 我現在有點飄移在A跟C之間啦 因為C感覺是一個偏鹼的東西 好像是要用水 啊不可能不用水嘛 馬桶裡面就有水嘛 那我選C 不考慮表白水啊 不曉得欸 有的時候 當局者 迷 哇很難得聽到李克泰這麼明顯的提示 就是表白水了啦 當局者迷 我是旁觀者我清啊 他要是選錯他就會說他被人家陷害 你看你要不要相信你自己 啊 總不會第一集五分鐘就結束了吧 等一下你知道漂白水的是 你說化學士嗎 對啊 你可不可以就是為了我們的節目 早想相信一下別人 這麼明顯 OK好啊 那可以啊當然行啊 低啊 我改低漂白水 但是你也知道獎金是我們發的嘛 如果能只發四百塊 我也是覺得挺高興的 不會吧 不會吧 答案究竟是不是低呢 我們請看一下 嚇死人 色域清潔劑裡面會有鹽酸嗎 因為你要清洗東西 跟漂白水混合產生濾氣 你吸進去就會危害你的呼吸系統啊 眼睛黏膜之類的啊 我們現在請愛麗莎莎去旁邊休息一下 還有位子嗎 來陪我坐一下 來來來 目前我們的獎金累計到了一千元 其實前面的題目真的不算難 我們到第四題才開始進入我們的一番題目而已 準備好了嗎博恩 準備好了 我們請看題 關於貓的知識何者錯誤 A 貓排泄後會用紗掩蓋引力行蹤 若貓不掩蓋排泄物時表示臣服於四組 D 貓的鎖骨與肌肉相連 因此可以從很小的細縫出入 C 貓鼻子上的皮質紋路是獨一無二的 像人類的指紋 D 貓不能夠大口絕食與狼吞虎咽 因為牠們不能夠往左右兩側邊移動下巴 WOW OK 貓殺這個東西應該是有存在啦 所以我覺得A應該可以刪掉 C我有聽過啦 所以C也刪掉 主要B跟D在選 每次都是因為別人才答錯的 現在的曾伯恩 這真的超難的 這有誰會啊 陷入了苦思 這一次你沒有辦法怪任何人 好啦 依我以前那個當學生的心得 當我有一題不會的時候 然後他又是要選這個錯誤的 就會選講太多話的 因為講越多越容易錯 所以我選D好了 你確定D 內心不太確定 那我也只能說確定啊 我們就看伯恩之後 需不需要跟他之前 號稱拖過他後腿的人道歉 對不起視網膜 其實A是才多一個字 沒有可是我蠻確定的 欸不對 他少一個逗號 OK 321請回答 你是貓派是不是 你好像很瞭解貓欸 欸 你選了我 答案如果錯不能怪我喔 欸 如果你講的是對的 讓我分你一半獎金可以嗎 你多確定 你多確定 確定的程度大概是跟值硬幣一樣 沒什麼好相信的嗎 那還是D好了 好 我們請看答案 各位真的是A 真的 你剛剛是不是就是應該要聽馬克的話 你就可以回人家一半了 貓不掩蓋他的排泄物 可能有很多原因 第一種可能是他想要標記地盤 幫老大留氣味 第二種是他可能從小就跟人類居住 沒有媽媽教他怎麼樣剝紗 再來他也可能不喜歡貓紗的觸感 或者是味道 有可能是貓紗盆太小或太髒 另外這有可能是身體不舒服的警訊 比如說他的關節不舒服 或者是泌尿系統有點問題 我們再錄第二集吧 製作人我沒有想過 竟然三位一起 太看得起我們了 一起在第三集就掰掰了 上代表真的沒sale 但是我們有準備加碼賽 喔 好險 我們還有機會嗎還是只有他 三個人都有機會 回去回去 大家回來吧 跑很快 人生就是這樣充滿了意外 幸好我們很有人性的 還準備了加碼賽 我真的沒想過你們會用到 我們是更生人 有第二次機會 我們請看規則 加碼賽 題目總共有三題 沒人每題皆可回答 每人分別有五個籌碼 題目月幣前徐嫌下注籌碼最少一顆 下注後不可更改 所有人下注完畢即公佈該題獎金與選項 根據題目難易度 單題獎金亦有不同 三人須同時翻版作答 答對者可得金額為該題獎金乘以下注籌碼數量 無論對錯與否 下注過的籌碼都不得再使用 既然三個人都可以作答 就各憑實力囉 互相廝殺 看你們可以報回多少獎金 我們請看題目 運動熱身和緩和時間要佔多久 佔多久 佔多久 是個%數嗎 大家都不太確定一個籌碼 我們來看選項吧 A 3分鐘熱度 所以熱身僅需3分鐘 散熱緩和也只要3分鐘 B 散熱配比 所以暖身佔總運動時間的30% 緩和佔20% C 運動333法則 熱身緩和都只需要30秒 B 關鍵300秒 5分鐘暖身 5分鐘緩和 不要跟我說 這是三題裡面最簡單的一題喔 我覺得這題是最難的 我好像知道耶 喔 你知道嗎 答案是什麼 不告訴你 請做答 請看答案 正確的答案是 D 愛麗莎莎答對了 耶 真不愧是 每週都有在打羽球的 我最近每天 羽球課 然後真的就是前面5分鐘暖身 後面5分鐘的那個緩和 只要5分鐘喔 5分鐘 因為一堂課只有一小時 一小時就要1000塊 在做任何運動之前 建議先熱身5到10分鐘 運動的強度越高 熱身的時間就要越長 在緩和的時候 會建議你慢慢行走 或是可以進行一些伸展 運動5分鐘 讓你的心跳慢慢的下降 至少你有200塊保底了啦 喔 可以坐計程車回家 我們就直接進入第二題吧 哪一個不是國樂團裡面的樂器 博恩不是一直對自己很有信心嗎 重點是我覺得最多獎金應該會擺在第三題 應該沒有道理把最高獎金擺第二題 我們來看一下選項 A 巴松 B 三弦 C 南湖 D 沐嶼 有人會樂器的嗎 有參加過管弦樂團或是什麼的 郭忠是念音樂班的 喔 哇那答錯不就很糗 如果答錯的話就真的很難看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是誰答對呢 請看 CANN 巴松 還沒有耶 我們國樂裡面沒有沐� Eu 沐嶼是唸金的時候嘛 豐陽花骨 對超度的吧 滑 滑 天啊 等一下 我們國樂裡面沒有沐嶼啊 沐嶼不是廟裡面唸金的時候才有嗎 沐浴 沐浴是唸經的時候嘛 最超度的吧 可可可 可可可 等一下 我們國院裡面沒有沐浴啊 沐浴不是廟裡面唸經的時候才有嗎 國中是唸音樂班的 阿姨莎莎等一下回去跟老師道歉 我們統計現在參賽者的獎金 歐馬克依然保持著臨圓 我今天是不是要0元回家 阿姨莎莎200元 柏恩一個籌碼剩以300元是300元 第三題真的一點都不困難 請看題 以前住那個月子中心的時候 我都會一起喝那個發奶茶 我問一下發奶的定義好不好 發奶是讓它變大 然後讓它有奶汁 還是最主要是有奶汁 發奶就是要產奶 好那我會了 我應該知道 歐馬克有接觸過新生兒嗎 完全沒有 好我們來看選項 博恩你這一題可 千萬要答對 不然不好交代 我要是答錯的話 我回去給我兒子貴 再加上買50本繪粉給他 來321請作答 完蛋了 為什麼又說我不一樣 我可以保證A式 因為我在月子中心有喝過 剩下3個我都沒喝過 我們來看答案 我終於答對一題 為什麼你不會啊 不是因為其他3個看起來都很奇怪啊 只有人生雞湯是你平常在韓式料理店 就可以喝到的東西啊 我比較想要問博恩啊 博恩你剛剛說什麼 你答錯要怎麼樣 我要買50本繪本給他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跟他跪 我本來就已經每天在跟他跪了 我不知道 我們就結束了這麼突然 幸好我們還有乾爹贊助一個 紅包題 哇太好了吧 好開心喔 Ravella是使用人工智慧 發明全新分子來幫助頭髮生長 滋養皮膚 以及促進身體健康的美國生技公司 感謝Ravella贊助 本期獎金1萬元 三位參賽者都可以回答 這是你們最後可以拿走 萬結尾的這個機會了 我們請判題 人過中年 因為各種因素 女生容易頭髮變薄 男生容易有雄性凸 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 雄性凸和雄性荷蒙有關 B 凸頭跟遺傳沒有關係 C 重慾過度會造成凸頭 D 女性不會雄性凸 乾爹就是要來送錢的嘛 3 2 1 請作答 又有出現兩種主流答案的時候 我們來看到底答對的人是誰呢 請看答案 A 雄性凸的原因是因為人體內高固酮被還原酶代謝成跌血 HT 會促使毛囊萎縮啊 生長周期變短 讓頭髮變稀疏 女生也是有雄性荷爾蒙 女性的雄性凸比較少 但是還是有 喔 我以為是好找錯誤 好的呦 我們所有的所有我們能出的題目 我們在第一集已經全上了 恭喜三位分別獲得6000元 愛麗莎莎是1200元 夠坐計程車的啦 博恩是6300元 我真的有點無奈 身為這些創作者 精英中的精英 我收回那句話 收回 沒有 我以為你們三位可以撐到第10題耶 但是在想選項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這些對你們來說真的太簡單了 真的是有夠難耶 可是馬克好像很強 他只是運氣不好 第一集被淘汰 想一下其實都會了 沒有 真的不是 因為我上過非常多的電視綜藝節目 這個跟他們的那個難度差太多了 好啊 那就我的問題啊好不好 我們請參賽者來前面吧 耶 我們恭喜馬克跟博恩得到乾爹的 來 請接收 耶 謝謝乾爹 謝謝 博恩啊 真的一千塊這樣了啦 真的是這樣子 哇 謝謝你 哇 我感覺自己好有價值喔 今天是來到酒店嗎 對對對 真的 感謝我們的五感十足贊助播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你知道我本來我看到第一題 歐馬克真的下來的時候 我還替他有點難過 但是你現在感覺如何 我現在很快樂 因為有乾爹 乾爹讓我生活更美好 那你呢 會不會有可能後面的題目 對你們來說比較簡單 反而比較簡單嗎 有關於台北極運的敘述 下列合者正確 正確嗎 最正確 C 我知道他非常強 還是不是最強 這題有限制 不好意思 我還是覺得非常難 你上次搭監獄小聲啊 沒有在搭監獄嗎 沒有在搭監獄 好啦 答案是C啦 哇 第十題 營養素之間 有時相互相成 有時互相解抗 哪一些營養素不建議一起使用 一起來 營養小朋友 我又會了 怎麼辦啊 現在可以從今開始算了 你選什麼 不選 C啦 莎莎選C 維他米啊 對 不好意思 還是有點難耶 馬克你選A 鐵器跟鈣片 對啊 沒錯 你答對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二架的 警署 所以呢 分解抗 這題目是我們的營養師 哇塞 真的有夠難 你後面唸出來為了要證明說 後面題目比較簡單的 都很難 觀眾他們有上帝視角一定會覺得說 這有什麼好難 觀眾 我就坐等那個留言區說 哇塞 真的好難 因為我真的參加過很多的電視綜藝節目的 意志節目的問答 那個李克太太的題目跟他們是不同級別的 歡迎大家來挑戰 好玩喔 知福細福 在這個節目你要知道 200塊不是什麼小節目 拿到就快跑 你不要把希望壓在後面 那個正確跟錯誤一定要看對 前面隨便啦 我覺得其實 上一支節目就像人生一樣 你永遠不知道你會贏掉什麼樣的難關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開心 鍵盤俠們手下留情